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就突然开始崩溃大哭,边哭边说着,我导航都不会用,打电话给我老公他也不接。 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,把敲警弄得哭笑不得。 说实话,看到这儿的时候,我以为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是新手女司机迷路崩溃的搞笑故事。 可没想到,下一秒视频中的女孩说的话,却让我有一种吐死胡悲的感同身受。 她带着哭腔说,我今天好不容易正常点下班,我已经加了两个星期的班了,我想今天能够早点回家做饭,我又在这儿被堵上了。 看到最后,我特别想跟她说,我知道你很累,但我希望你再坚持一下。 想起曾经微博里看过一条话题,问你最近哭得最厉害的原因是什么? 评论区的回答五花八门,有人说点的外卖超市很久没有送到,自己因为没饭吃,饿哭了。 也有人说,周末隔壁装修很吵,因为没能睡个懒觉,委屈到飘泪。 还有人说因为鞋带一直开,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下来。 看了这些经历,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成年人,好像越矫情,越脆弱。 可事实是,那个饿哭的人,正好赶上那天工作忙得一顿饭都没吃, 那个没睡成懒觉的人,已经通宵加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那些哭泣的理由不是伤害他们的致命打击,只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失控不是当下一瞬间的冲动,而是因为忍了很久,终于蹦不住。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这几年,见过许许多多为生活崩溃过的人, 也知道大家或长或短都有过黑暗的日子。 很多人说,天不做美,人不做美,生不放尸。 自己明明用尽全力地生活,但生活还是没有放过自己。 有些时候疲惫,很想找个人诉苦,但又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悲喜从来都不相同。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,每一个人都很忙,都很累,每一个人都自顾不暇, 又怎么有时间听别人的伤心事。 那些试探性说出口的辛苦和劳累,听到的人可能也只会说一句, 谁不累? 理解别人的情绪和遭遇,就跟吃饭差不多。 有人觉得重庆火锅麻辣鲜香,但不吃辣的人就理解不了。 有人认为香菜和葱花提味,不喜欢的人就避之不及。 那些爱吃榴莲的人心心念念地总惦记着他, 讨厌的连味都不敢闻的人,看了他就想逃跑。 人的情绪就像口味,并不相同。 所以要人理解,真的很难。 尼沙有一句话相信很多人都说过, 他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。 成年人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,每一次哭过以后,我们也都在成长。 熬过一段灰暗的日子,前面总不会比从前更糟。 人生很长,别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。 迷茫了就去赚钱,难过了就好好吃饭。 有时候生活难伺候,但真的扛不住的时候,就让自己哭一会儿。 你偶尔狼狈的样子,其实一点都不丢人。 我知道你在为小事哭泣的时候也觉得很委屈, 但那就是我们不同却相似的人生啊。 哭过以后,重新让自己忙碌起来好吗? 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厉害。 所以放心地哭,大胆地宣泄。 但是要记住,只能哭一会儿。 然后你就必须擦干眼泪, 继续找到戾气, 跟我们生命中细小的苦难, 对抗到底。 晚安,加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